感谢土耳其作文学出版的同仁朋友们 感谢土耳其的读者 我在北京曾经种过象日葵 当然这些象日葵长得都非常的不好 但是尽管它长不大 也长不了特别的漂亮 我还是坚持每年都在种 没有缝收 但一直坚持下来了 我想这和写作是完全一样的关系 我不相信我能写出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品 但我相信我自己一定能够坚持下来 不断地写作 今天在土耳其读者看到的 我的小说和其他的文学作品 那都是我一个坚持种象日葵的过程 你也许读不到最伟大的作品 但你一定得到一种最伟大的写作的精神